今天台北股市中场是小跌了9点 设在8931点 不过今天量也比较萎缩 来到了792亿 好 航情怎么观察呢 我们请到专家了 华信头顾的总经理 先安 主持人 大家午安 好 午安经理 其实我们今天提到 其实昨天老师就预告了 不是开高就是开低走高 今天果然是开低走高 但是尾盘又下沙 是的 谈情其实他是看来不沙沙 不会啊 会不沙沙 不然就讲明天 我不敢 要听你的 那么基本上 那么我们悬疑主持人非常非常可爱 那么一开始就问到明天 因为刚刚一进门的时候说 你不是很会预告吗 那跟我算一下命 我什么时候结婚 对对 那我什么时候明天怎么看 那基本上要先讲明天吗 应该不要这么快这么直接吧 好吧 你要我快点直接点 也可以 基本上而言 我们想一件事情 我记得在上上个礼拜的时候 台北股市它连续两天 11月1号那一天 还有11月31号 台北股市连续两天收梯制线 那时候我在节目当中 预告台北股市会跳水 结果果然让我预告完之后 一口气连续跳了五个交易日 那我请问各位 今天台北股市是呈现的 一个所谓倒梯制线状况 所以基本上明天应该是跳空开高 可是跳空开高之后 它还会再往下做一个所谓急杀 那么急杀完之后 正常而言应该有机会再拉 不过要看当时的主力心态 好 所以说明天的行情我已经解完了 那有关于多空防守价 我等一下再慢慢跟大家报告 那么我们先回来看一下 今天的台北股市 今天台北股市我讲坦白 可能把很多人玩到挂掉 为什么 我请问各位 我在昨天节目当中 我已经跟大家预告 我说今天不是跳空开高 就是开低先往上走高 结果当你看到开低往上走高 你真的以为这一个行情 就要垂直碰上去 结果你跑去全力做多 尾盘又收在最低的低点 那你知道问题在于哪里吗 我一再跟着我强调 你今天你要反败为胜 你每一个月 你想掌握千点的波动 重点就在于说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做到one step ahead 还是one step behind 来快速回顾下 我讲坦白的 上个礼拜 我应该是全宇宙 我用宇宙这两个字 你们都不用有任何 一丝一毫的意外 上个礼拜 你不是告诉我 希拉蕊会当选吗 上个礼拜 全台湾全宇宙 有哪一个老师 跟你预告多单 全部获利 卖出反手放空 为什么要放空 因为当时主力心态 是个飙飙准准准 只有礼拜三 台北股市 因为川普当选 留下收一根长黑K棒 就收长黑K棒的当天 不是有很多人 吓唬你 告诉你川普当选 台湾要大崩盘 而且外资他是大卖 我请问各位 在上个礼拜三的时候 我在节目当中 我有没有跟你预告 礼拜四会跳空开高 有 有对了 只有礼拜四 跳空开高的时候 我只要请问各位 第一件事情 我在盘中连线节目 也就是11点06分24秒 我有没有预告 根本没有这么容易 因为心态 它是有多转回 一个所谓空 甚至于在上个礼拜四 当你看到台北股市涨了200多点的时候 我有没有跟你预告 礼拜五台北股市就是要跳水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放空最主要的原因 要来到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有没有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还是个飙飙准准的空 这是为什么在上个礼拜 我一样跟大家预告 礼拜一台北股市看到没 礼拜一台北股市就是要往下做一个所谓跳水 结果从川普一根长黑K棒之后 隔天涨200多点 来到了这一个礼拜一 台北股市有没有在大跌208点 那我请问各位 最大的功劳是什么 很简单 第一件事情 我在节目当中 做了一个所谓精确的预告 而且你事后得到一个所谓完完整整的答案 那同样这是昨天我所预告今天 那你就不再重复了 那昨天我一跟你预告 今天开低之后 你们看到这个不是我事后话的 我说开低之后 他会有一个所谓拉伸的一个所谓力道 那我请问各位 今天你有没有赚钱 如果你今天没有赚钱 你真的非常对不起我 来我就直接给你看 我们今天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不断的帮会员创造一个所谓绩效 开除 这今天早上9点30分的时候 9点30分当他冲高往下击杀的时候 我告诉我的会员主力心态多 第一段来看第二段 今天在10点09分的时候 有没有很悲观 10点09分形成了一个所谓按头破线的一个所谓状况 我问各位 你的软体有没有出现标标准准的放空上面讯号 结果你跑去放空 结果他往上急拉 你的软体又从放空讯号变成买进讯号 怪不得你今天会被扒来扒去 可是我坚持的一个所谓主力心态 今天这样的行情 我一样可以掌握将近有七八十点的波动 那么什么叫做看途说故事呢 就像我也不知道 最近投赋老师跟他讲的消遇一模一样 每一个老师的节目 一个比一个夸张 一个比一个所谓离谱 每一个人都强调他的一个所谓软体 有办法买在最低的低点 他告诉你他的软体只要每一个转折 不管包括S型 不管包括N型 他都是有办法做完全掌握 我讲坦白的 如果每一个投赋老师 我再教大家一招好了 如果最近有很多人带枪投靠 我说过了那是你的人生 那是你的选择 你选择什么样的软体 那是你本身自己的一个所谓问题 可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你不要拿我去跟其他投顾老师做比较 因为我说过了 如果我今天我的角色跟你兑换 我绝对不可能选错老师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这个老师到底有没有盘中的一个所谓的证据 就好像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三 有哪一个老师敢在三立财经台盘中连线节目当中 斩钉截铁预告主力心态是一个飙飙准准空 同样的这个老师除了要有盘中的证据 因为很简单 如果每一个软体都这么样的准的情况之下 第一件事情 他在家里穿着内裤自己操作就好 第二件事情 如果这么准的情况下 为什么没有一个老师敢在礼拜四跟你预告 要礼拜五跳水 礼拜五在节目当中再一次跟你预告 礼拜一台北股市就是要跳水 所以说我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第一件事情 这个老师有没有盘中连线的证据 第一件事情 这个老师有没有排后的预告 那这东西如果你还听不懂 我请问各位 你要使用软体代表你有在收看YouTube的财经节目 YouTube它的好处在哪里 不管你要养小狗 要怎么养小狗 不管要怎么样做12345的一个所谓甩手工也好 或是跟我一样会很会煮菜的话 你只要到YouTube里面输入相关的一个所谓关键字 你就能找到 那我请问大家 所有的投顾节目在YouTube里面都有 你只要去观察一个老师的点阅率 基本上如果有老师的点阅率 你去找 你真的去找 应该也是会有 如果有老师的点阅率比我高 你去跟他操作 我讲坦白的 你要赚钱的机会很大 可是点阅率 连我的一半 再一半都不到 基本上代表那一种节目 连会员都不看 连会员都不看的情况之下 你去跟他操作 我讲坦白 你赔钱的机会很大 就好像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敢在盘中连线节目当中 先告诉你主力作手方向 就好像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敢在说完盘中 直接跟你预告明天 因为很简单 我只知道主力作手 他的操作是架构在价格的观念 包括周线月线关架 包括个多空主义心态 来让你看一下 我们是如何做到十拿九稳 我们是如何做到全胜 来在讲全胜之前 我们先稍微咳嗽一下 被治愈传染到 所以今天治愈没来 你知道吗 当时在十 对呀 你们还可以放假 你们还可以请感冒假 谢文可以请感冒假吗 当时从十月十八号到十月二十五号 我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多 中间还经历过十月二十号台北股市爆量收倒梯支线 每一个头顾老师都跟你讲沙尾盘台北股市要崩盘 结果隔天二十四号就跳空开高 就这一段涨了两百七点 就来到十月二十六号的时候 我在节目当中跟你预告主力心态已经有多转空 二六二七二八二九 甚至于最经典的就是十一月一号 十一月十月三十号 也就是上上个礼拜一 还有上上个礼拜十一月一号 当时台北股市连续两天收梯支线 每一个头顾老师告诉你双绝打桩 这个行情跌不下来了 而且美国期货盘是上涨六十几点 老师你为什么背着这么厉害 不好意思 这都是我们交易过的一个所谓历程 连续两根梯支线 我跟你预告就是要崩盘 为什么 因为美国收不到一万八千一百八十一点 因为当时在十一月一号的时候 台湾的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准强空 结果预告完之后 十一月台北股市真的往下跳水 那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 再来一遍 目前台北股市很容易出现很多的片线 就好像上上礼拜三 就像上上礼拜四 台北股市 有没有连续出现两次 两次两次以上的片线 麻烦把你的软体打开来看 高点过高 你的软体一定有买讯 不是当冲很厉害 结果当冲叫你全力做多 尾盘收在最低的低点 他又告诉你软体又变成放空讯号 那你早上买的怎么办 洪洋来到了上上礼拜四 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空 我跟你预告 等同于在上上礼拜一开始 我每天在节目当中都跟大家预告跳水 就台北股市跳跳跳跳跳跳跳 一路跳到上上礼拜五 结果来到上上礼拜五 九点零六分的时候 我跟你预告补空反者做多 为什么要补空反者做多 因为主力心态由空转头 当时我请大家做多的时候 没有人要瞄我 nobody permit 为什么 老师跌破季限 这一个行情就要崩盘 老师 川普应该会当选 是你们当时预测 川普应该会当选 不是我 我只告诉你主力心太多 就是因为主力心太多 为什么上个礼拜一大长 因为FBI的局长说 希拉蕊的一个所谓电油 没有问题 没错吧 那是导致于上个礼拜一台北股市大涨 可是这件事情 你是要在FBI director公布之前 还是之后才知道 很抱歉 我又找你们两天 看到主力心太 而且在11点03分03秒 我在节目当中 我就跟大家做预告了 还跟你预告 礼拜一就跳光开高 就礼拜一台北股市 有没有开高走高 收到最高的高点 又涨了176点 结果大涨176点的时候 你要告诉我 希拉蕊会当选的时候 我在上个礼拜节目当中 我有没有跟你预告 礼拜台北股市会开高 走低 你要回过头来看主力心太 你有没有觉得主力作手 真的世界无敌贼了 为什么在FBI 要公布希拉蕊 电邮事件 没有新的市政之前 主力心态就翻多 为什么当你们全部认为 希拉蕊要当选的时候 在上个礼拜二的时候 我在9点19分 我又没有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有多转空 我又在三立财经台 还好悬夜头跑出去了 三立财经台11点03分19秒 斩钉截铁跟你预告主力心态 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空 这是为什么 你需要在第一时间 拥有主力心态 因为如果你没有在办法 在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 我告诉各位好了 很多使用软体 每天都赚钱的神奇软体 礼拜三是买在最高的高点 为什么 因为急冲 等你看到买进讯号的时候 很抱歉 你的软体永远慢那一步 等你看到买进讯号的时候 你人已经在天花板了 就当他垂直往下急杀的时候 要怎么办 当然认为希拉蕊会当选 可是问题 如果你拥有主力心态 上个礼拜三 你会看到主力心态 还是个标标准准的空 这是为什么 借由主力心态 一天时间帮你避开 三百四十点的下跌 上个礼拜四不用讲了吧 跳空开高 我跟你预告 not so easy 盘中连线结末 因为那时候 跳空开高 我们在放空 结果我们跟你预告 礼拜五就是要跳水 就预告完之后 礼拜五有没有真的往下急杀 再做另外一次的片线 又出现往下急杀 结果来到上个礼拜五 我们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就标标准准空 所以说礼拜一要继续跳水 那我请问各位 借由的主力心态 你每天不断的验证 还是我们在讲更早之前 不管包括九月二号 不管包括九月十四号 当大盘跌破季械的时候 麻烦你把重播带掉出来看 重播带很简单 到YouTube里面输入谢文恩三个字 输入0902 你想看九月十四号 就输入0914 同样的利用这样的高道德标准 来检视每一个头顾老师 你就可以知道哪一些头顾老师 他只是一个所谓卖东西的演员 哪一个头顾老师 他具备他的一个所谓专业 那我请问各位 要怎么样在第一时间 拥有主力心态 很简单 你想在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 我希望说投资朋友 你先在第二时间 得到一个所谓完整验证 老师什么叫第二时间 很简单 每天十一点钟盘中 三立财经台的连线节目 叫做第二时间 每天五点到五点半 我自己的未来时间部 叫第二时间 你从第二时间得到验证之后 你再回过头来找我 那要怎么样在第一时间 拥有主力心态很简单 你可以借由我们的call讯 如果说你验证够久了 你也可以直接把主力心态 直接download到你的笔电 直接下载到你的平板 乃至于你的手机里面 那我请问各位 当你拥有了一个所谓主力心态 你能不能够在第一时间 得到主力做手完整的判断 为什么我一再跟我强调 你可以慢慢想 慢慢验证没有关系 可是差一天真的差很多 许先生我问你 你是上个礼拜五早上办好入会手续的 对不对 那我请问各位 我在上个礼拜五跟你预告 礼拜一台北股市就是要跳水 那我只要请问许先生 你在上午办好入会手续 快收盘之前 我有没有请你放空 只有礼拜一台北股市 有没有出现往下的跳水 这是为什么 我说同学你可以继续不断的观望 可是问题差一天真的差很多 更重要的 我希望当你们跟我在吃鱼的过程当中 你们能学习到主力做手非常多的 一个所谓宝贵的钓鱼技巧 尤其是那些 你之前可能有整天满 你吃臭皮 我参加VIP 这个我参加 这个我也参加 这个我参加 我请问各位 现在你还敢再参加投顾老师吗 你一千多万的资金到现在 搞不好连五十万都不到 那我讲坦白 那是给你的不是承包 是给你重新改过的一个所谓机会 你要把我们的课程带回去 为什么 因为你需要学习主力做手的操作上面思维 就像我在节目当中 我还在跟我强调 你们真的有空 你们麻烦到我们的 FB的不公开社团 不公开社团 里面已经快要两千多人了 那在里面 你可以看到满满的一个所谓对账单 你也可以看到满满的一个所谓捐款上面的收据 那我常问我的会员 我常问我的社员 学员说 你们为什么操作都要操作这么样辛苦 从台湾做不够 台湾收盘之后 你们又做欧洲 欧洲做不够又做到美国 我说老师第一件事情不会辛苦 因为你所交给我们的一个所谓专业知识 专业知识真的非常非常的实用 你借由一个所谓空间理论 你能不能每天找到美国 不管包括道琼纳斯达克的一个所谓多工房价 而且所有的position 我们还是以台湾为主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交易 我们都在晚上12点钟以前结束 那我说那你干嘛那么辛苦 正常而言 你应该下班完之后 就开始准备看谢老师的节目就好了 干嘛还这么辛苦 他说没有办法 因为他很认同我所讲的价值观 我们存在的价值 就是为了不断的赚钱 我讲坦白的我们跟牛没有什么多大的一个所谓差别 那当然有些人说老师啊 我存在一点价值都没有 我告诉各位 那是因为那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拥有正确的工具 再一遍 就讲两个交易日就好了 上上礼拜五全宇宙 哪一个老师跟你预告做多 我 结果礼拜一早上美国暴涨 为什么暴涨 因为FBI Director说不调查希拉蕊 没错吧 上个礼拜二 有哪一个老师跟你预告反走放空 我谢文恩 我连主力作手的方向 我都讲给你听了 那我请问各位 当我的会员 他们不断的赚钱 他们在布施 他们有没有更轻巧的赚更多钱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全班会360 我们所要求他最重要的逻辑 就在这个红色的框框 我说我除了给你鱼吃之外 我希望你学习如何钓鱼 更重要的我希望你能够做到行善不失 这是之前我们所捐的单位 没错吧 这之前 然后后来我把它拆成每个礼拜 10月16到10月21 10月24到10月28 11月1号到11月1月5号 然后11月7号到11月11号 应该不用再念一遍吧 没时间了 讲到这边医店要稍微暂停一下 我们都以为是医店员 结果有人打电话进来 可能是相关单位打电话 是小事 不是医店员 是医店基金会 对不起 反正只要能帮助到 你有没有发现说 现在全台湾能给你正面能量的 现在全台湾会懂得去布施帆助 社会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就只有我谢文 上个礼拜总共是四万九千两百块 好看这个礼拜 这礼拜昨天包括爱盲基金会 妇女救援基金会 现代妇女基金会 从妇女救援到 没有没有自己去查 他们两家是不一样 不一样 还有儿童癌症基金会 那么今天包括什么 包括财团法人唐氏基金会 看得很清楚 那么这张是儿童福利联盟基金会 那么这一张的话 只是高雄市妙法词音学会 那这张 乐乐你跑出来干嘛 是谁给我插进去的 乐乐你坐着好看 坐着要不要怕死你 乐乐你再不乖乖捐出去 好不好 这个是7-11的iPhone 他们已经有 那个不指定捐款的 一个所谓单位 那这一张的话 是台东县政府 台东县社会救助基金 那我请问各位 你认为这些人 为什么要捐 有赚就捐嘛 你赚一千块 你捐个百分之十 你赚个一万块 你捐个百分之十 你保留百分之九十 我请问各位 社会有没有更好 你以为就这样子 来我们随便看一下FB 来来来 里面也是满满的捐款 这今天自己看 几小时之前 五小时之前 五小时之前 我滑就好了 因为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很抱歉 你们的捐款 你们的捐款收据 我还来不及念 我真的没有时间念 等一下看到没 这五个小时之前 五个小时之前 你们看到 你们看到 所以说 还是老话一句 要记你之前 谢老师好像有眼泪 不过没关系 今天会员又赚钱了 我真的好爽 真的用爽这个字可以取代 你也可以成为我们一份子 谢谢你们的热心捐款 台湾有我们 真的变得非常非常好 我的会员会在乎一例一休吗 我的会员会在乎妈妈嫁给谁吗 我的会员今天赚钱 布施 布施在赚钱 所以说这个正面能量 可以不断的循环 重点你要拿出你的行动力 全方位360 差一天真的差得非常多 而且全方位360 全面大升级 你想做更进一步了解 广告中的电话把它拨通 我们明天赚产阵 好我们先休息片刻 想掌握更多投资讯息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022-392-3988 一眼看见 夜拍细节 在黑都亮眼 据全球视野的操盘团队 才能驾驭股海财富浪潮 华信投顾 真心照顾 速播领航专线 02-2392-3988 2392-3988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行情 温老师怎么开的吧 现在温老师 好的 基本上 最近有很多投资朋友 打电话进来询问 有关于我们全方位360 包括吸收会期 我跟大家讲那件事情 基本上 如果说你要求那种 每天都赚的 你去找 真的去找那些软体 每天都买最低卖最高 我讲坦白了 那些都是带枪投靠 最主要来源 因为我说真的 那些软体根本永远都做不到单 只要短短一天 你就可以看破手脚 那我只知道 我相信什么是一件事情 我也希望大家一起跟我 心中念一遍事情 这个老师 他到底 没错嘛 软体如果很准 一定有盘中的证据 那软体真的很准 他一定有盘后的预告 什么叫盘后预告 我问大家一件事情 你现在有没有看到外资 外资今天又卖了120几亿 昨天卖了150亿 我在节目当中有讲过外资 我昨天还嘲弄他们 我告诉各位 我所做的规划 就是规划 明天 明天 明天开高之后 他要往下杀 那重点是 这一个88XX的 一个所谓多方的一个房头架 麻烦你无论如何 要把它记起来 老师 我记起来没有用 因为你写88XX 后面两个数字 我哪知道是哪两个数字 因为这个数字 优关于台北股市 会不会在这边出现 止跌反弹 非常重要讯号 就像我请问各位 止跌反弹 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我在节目当中 我所跟你预告的空方标的 不管包括操纵 不管包括双红 甚至于连最牛皮的 2105的振兴 我们告诉你放空 而且今天振兴的股价 有没有创下波段上面新低 我股票需要遮吗 我需要跟一大堆头顾老师 只有本事在节目当中 跟你画大饼吗 说这张股票要暴跌五成 暴跌一倍 要大涨五成大涨一倍 你这一辈子永远不知道 那是哪一档股票 因为根本没有这张股票 我就是喜欢去跟大家 去做一个事前的预告 因为我在了解 我们真正的准确度 到底是落在何处 所以再来一遍 全方位360 他所要求三个 非常重要基本的元素 第一个 如果你早一天 跟许先生一模一样 如果你早一天 跟陈小姐一模一样 今天七八十点的波动 我有沒有帮你掌握到 藉由主力心态 你能不能每一个月 去掌握千点的波动 而且我做到全头顾 唯一事前的预告 事后你得到一个 所谓完整的验证 我讲坦白的 行善不失 更是我们全方位36里面 非常重要一环 你在投手操作里面 你想做更深层的了解 记得感觉往前 拨通电话 再做完整效果 今天魏斯呢 大卖了125 又三大法人 和金麦超了123亿 想要掌握更多台国 或商情 请锁定未来事件部 明天从一身赛会 给您收看 拜拜